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松户会战初期的后期 但是主题确实只有一个 那就是在日寇枪炮招踏之下的惨象 就是战争的真实面目 关于松户会战 不论是在老兵前面的内容中 还是在一些历史资料里 相信网友们都不陌生 这场战争中国军队已伤亡20万人的代价 歼灭日寇4万余人 同时也粉碎了日本人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 为后续全国抗战 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当然 这也是一场双方实力不对称 而又极其惨烈的战斗 看完下面这组旧照 让我们想到国家危难时 人民群众生活的艰难 看到了侵略者的可恶和战争的可怕 1937年8月16日 松户会战 外白渡桥上射仗放哨的日军士兵 8月16日 这个时候以中国军队进攻为主 日后自在防守的状态之下 1937年8月17日 松户会战 民防废墟前的日军士兵 17日 聚胎战也就三四天时间 但已经是遍地废墟了 1937年8月23日 松户会战中被日军军舰击中的某停车场 23日 日后的援军已经到了上海 其第二 第十一师团和第六 第十三师团 在其司令官松井石根的率领下开始登陆 而这时日后的海军也开始加强对抗日军队阵地和平民百姓的轰炸 1937年9月5日 松户会战 罗电阵内 在废墟中巡逻的日军士兵 9月5日 日后已经开始大反攻了 上途被罗电阵 罗电战斗是松户会战中最惨烈的战斗之一 战斗持续十天 罗电成了一座不折不扣的血肉墨房 1937年9月16日 松户会战被日军轰炸后的是政府大厅 1937年10月1日 松户会战被日军轰袭后的刘家行 刘家行战斗在松户会战中也是非常惨烈的 途中也可以看出 到处都是一片废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